等了 4 个月 我的新车 今天终于可以拿了 走 现在去拿我的新车 然后顺便做一个新车开箱 我现在到了这个 Selenbang 的 Banneheng 没有错 我的车就在这边买的 然后车手持在我手上了 走去看一下我的车 我的大白 HRB 1.5 Turbo 1 HRB 1.5 Turbo 1 HRB 1.5 Turbo 1 买新车最激动的时候就是开箱 现在我们就来开箱 真的因为是我的车我才敢这样来死 有点粗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HRB 1.5 E 跟 1.5 V 有什么差别 首先 E 版本它只有这一个绒布座椅 并不是皮革的 然后接下来它这个 steering 也不是皮革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没有电动座椅的挑战 其实主要的差别就是这些 剩下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像是这个8寸的出屏主机 然后这个软皮革 然后软皮革 Andro Auto Apple Carbrake 半数位化仪表 等等它都有 重点是HONDA SENC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至于为什么我会买1.5 E 不买1.5 V 因为好像只差一个四五千块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 这辆车我会拿来改 所以不需要买到 High Spec 吗 买到 High Spec 也要改 买这个比较中等的 Spec 也是要改 但不如就买中等 Spec 来改就好 是不是 好啦 现在有短暂的开箱完工后 就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这辆车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 我应该选 Civic 以选这辆车的可能性高点 但是最后我还是选了 HRV 其实主要就是考虑到它的使用性啦 因为其实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是开了这个 HRV 回家 然后跟我家人一起出门 其实我对这个 HRV 的空间表现 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不管是里面的载人载物空间 都可以满足我一般的需求 所以到最后我才会选择 HRV 而不选择 Civic 主要就是这个使用性啦 然后其实这个上一代的 HRV 我也开了很久 我就讲一下它跟上一代的 HRV 有什么差别 第一点差别就是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新一代的 HRV 它的组装是真的是细腻了很多 并不是上一代的车型可以相比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它的这个 MVH 也比起上一代的 HRV 还要更好 作为一辆家庭车 我觉得这个 MVH 就是这个隔音的表现 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一点这个新一代的 HRV 也让我刮目相看 因为其实我在六月头的时候 就在泰国试驾的这款车 那时候我就对它印象很深刻 然后回来马来西亚之后 我 Honda 也是有举办这个媒体试驾活动嘛 所以我就试料这个车真的是很喜欢啦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最主要选择这一个 HRV 的原因 OK 接下来我对这辆车有很多计划 包括一些升级的东西 包括加装一些东西 就好像我之前讲的 我买了这个 DDPI 的这个Dash Cam 慢点会去装 然后接下来还有 Tinted 啊 然后这个Cooting啊 然后可能Rim 也会换 其他的东西等等 都会去做一些升级跟改良啦 不过接下来会做的就是换轮胎 会换什么轮胎 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分享 大家千万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OK 然后之后会更新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日常使用体验 也会在之后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真的要记得留守一下我们的频道 因为会有长期的这个 HRV 更新给大家看 好啦 以上就是我这个拿新车的开箱体验 这个影片比较短啦 因为主要其实还是讲一下开箱 跟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款车 如果大家真的想看更多关于 HRV 的分享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定要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